而最近呢 线上游戏是大走剧如风波 引发了争议 不过在最近呢 有一部走为美风的线上游戏广告 也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个广告当中呢 赖亚妍她跟黄腾浩 是特别以古装的扮相来登场 而且还请到了 是知名音乐人黄玉玲 来制作主题曲 让这个线上游戏的广告风格 就像是一场小型的电影 赖亚妍和黄腾浩 因为八点档连续剧一炮而红 现在这一对荧幕情侣党 更被线上游戏业者给向众 扮起了古装扮相 赖亚妍超满意 更说自己没办法露 还是比较适合走唯美路线 我都觉得我们的扮相 实在是太棒了 因为如果你要我这样露 或者是我也露不出来 对所以我会觉得 会感觉起来这个 online game是整个跳出来 不走清凉路线 这一次线上游戏 不只找来了当红艺人来代言 连主题曲也特别找来 音乐人黄玉玲演唱 这次线上游戏走出了唯美风 就是希望可以甩掉游戏广告 巨乳风的印象 我们不能讲说 他这一种叫做比较这个 合露的这样一个行销手法 是错误的 我认为说这个是可能是一种突破 以柔美爱情故事为背景的武侠游戏 这一次线上游戏业者 要回归游戏本质 以多变角色精彩场景 恭敬玩家的心 昨天新闻张耀眼刘家伟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